对于美国总统拜登来说 这几天的日子太难过了 德州军营美军护射已经搞得人心惶惶 现在中东美军又遭到了袭击 这让它陷入到进退两难的境地 伊朗新闻电视台报道说 多个什叶派民兵组织几乎在同一时间 袭击了美军位于伊拉克 叙利亚等地的军事基地 其中一个位于约旦境内 靠近叙利亚边境的军营 在遭到无人机袭击后 出现了重大美军伤亡 有三人死亡 34人受伤 其中大部分是脑损伤 这是近段时间以来 美军在中东遭到的重大挫折 而且这还是发生在美军计划 撤离伊拉克和叙利亚之后发生的事 那这就很尴尬让拜登下不来台了 美联社报道说 美军正在确认袭击到底是哪个组织所为 但是总体来说 主要嫌疑人还是被签订在了 伊朗资助的那几个什叶派武装身上 另有报道说 伊拉克的伊斯兰抵抗组织 是这一轮袭击驻伊美军的主要执行者 你说美军都准备走了 结果还是被胖揍一顿 如果就此一走了之 那肯定落得个笑柄 当初美军撤离喀布尔的时候 遭遇到恐怖袭击 13名美军死亡 最后不还是留着大吉了吗 这也成为了拜登执政期间的重大黑点 现在类似的一幕又要在中东上演了 对于拜登来说 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局面 首先呢 时机对他太差了 拜登之所以想要撤离伊拉克和叙利亚 就是因为这两个地方频繁遭袭 美军安全得不到保障 眼下正是大选的关键时刻 董王风投正胜 这个时候如果出现美军的重大伤亡 对于拜登的声誉 那肯定是一个重大打击 你说结果真是怕啥来啥 美军真是有伤亡 好 那我们说其次是拜登没有很好的应对办法 美军遭到袭击伤亡了 拜登不可能毫无表示吧 当初美军在喀布尔被炸死13人 随后还杀了一个阿富汗家庭的石口人 作为报复 那么这一次呢 拜登其实没有更多的好办法了 发动空袭进行报复是他最大概率的选择 那问题是炸谁呢 当地的抵抗运动吗 没用啊 美军也知道只要伊朗还在 这样的人就会层出不穷 你说轰炸伊朗吗 将美国突入到另一场大规模的战争里吗 不明智吧 伊朗是一个中等国家 有相当的军事实力可以作为抵抗 而且有弹道导弹 一旦打起来 美军一定更头疼 更何况 现在美军炸一个胡塞豆吃力 想靠炸 炸废伊朗 想都别想 现在有共和党的议员在社交媒体上 拼命鼓吹轰炸伊朗 就是想把拜登架在火上烤 只要拜登发动战争 那么他马上就会指责 拜登是个好战分子 但拜登必须要选一个目标 炸一顿才行 胡塞没有炸死过一个美国人 但还是挨了美军的炸 现在有美国人死了 美国不可能不炸就这么回去了 所以最后美军可能还是会找几个相当的一个建筑物 说是抵抗组织的军营 然后以为平地 至少你说能给一个交代吧 但是这件事最后能给美军带来什么好处吗 显然不能 只能向世界证明 美国的中东政策正在走向死亡 美国的中东政策